大家好 2023年3月28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569期时间消息 请进行介绍话题 2月9日和10日 美国佛罗里达州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 宣布取消位于佛州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自治权 27日 州长德·桑蒂斯正式亲属法案 迪士尼是佛罗里达州最大的雇主 也是奥兰多当地两个县最大的纳税户 但因此就拥有自治权 似乎还是超出了中国观众的想象 查了一下资料 这个自治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和当地官方一直合作愉快 独公 为什么佛罗里达州忽然要取消一周两制 行政区化变动原因往往是长期的矛盾积累 比如说经济纳税就业或者是环保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一般来说不会毫无预料的爆发 这次佛罗里达忽然对迪士尼特区搞突袭 完全是美国当前两党文化矛盾的一出 在佛州稳定执政的美国共和党 为了立威对反对派的企业搞了报复 事情起因一开始和迪士尼乐园没有任何关系 去年三月份在佛州占优势的共和党 推动州议会通过了父母教育权力法案 这个法案要求在小学三年级以下的课程 禁止引入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话题 三年级以上也必须根据学生的发育情况 逐步引入相关话题 反对者认为这个法案是歧视同性恋和非传统性别 还给它起了个别名叫不许说同性恋法案 在佛州坚决支持法案的共和党保守派目前占了绝对优势 反对的自由派的立法和行政上都挡不住法案通过 所以自由派除了按传统上法院起诉之外 还把战场转移到媒体和社会舆论方面 到处积极活动 要求各方人士站出来批评 向共和党施加压力 迪士尼作为美国现在最大的传统媒体和娱乐集团 数大招风一再被双方要求表态 本来迪士尼的高管还想装糊涂混过去 佛州的州长德桑蒂斯在新书里面透露了 就到法案通过前夕 迪士尼的CEO查佩克给他打了电话 暗示将尽量指身示外 希望能够继续维持和佛州共和党人的关系 但迪士尼主要的业务在媒体和娱乐业 而美国现在这几个行业支持LGBT运动 那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甚至不允许装糊涂 必须表态站队 来自公司内外的压力 终于迫使佛州迪志尼放弃了 寒暗呼呼搞中立的法案 去年3月9号查佩克首次公开表态 反对佛州父母教育权力法案 因为行业和市场压力 仅仅两天之后 3月11日查佩克又发表了公开信 为之前立场不坚定 向多性别取向的员工道歉 宣布暂停向佛罗里达的 优异政治力量捐款 等到法案正式通过之后 迪士尼又发表了猛烈批评 宣布要增加捐款支持LGBT运动 这彻底激怒了佛州共和党 前面提到的那个 和迪士尼CEO通话的德桑蒂斯 现在是共和党2024年 总统大营最强的候选人之一 民调指数仅次于特朗普 而且在中间派眼里的形象又更好 他正好也缺一个 能够在全国引发关注的话题 现在迪士尼放弃了中立拉偏价 他就利用文化争议向迪士尼开战 对保守派 他表达了自己捍卫传统价值观的态度 对于中间派战 对于自由派 他树立了正面挑战大公司利益的形象 总之不亏 所以这次佛罗里达州 坚持要干到迪士尼特区几十年的自治权 作为一家私营企业 迪士尼能够直接控制 美国地方行政机构几十年 这在法律上是怎么做到的 严格来说 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乐园 作为企业并没有自治权 乐园所在地的一个特区 才是自治机构 只是这个特区 原来一直在迪士尼公司的绝对控制之下 迪士尼通过这个双层结构 实现了一个企业 直接统治地方的经典案例 1955年 迪士尼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 它的第一个乐园 商业上非常成功 但是迪士尼内部并不完全满意 认为对乐园周边土地控制力不足 园区和外面的落差太大 影响了迪士尼给游客制造更深的沉浸感 再说的明白一点 就是园区太小了 外面的企业可以直接搞住宿餐饮和商业 给迪士尼的游客服务 吸走迪士尼的利润 60年代 迪士尼准备建设第二个乐园 因为有加州乐园拉动当地经济的成功先例 很多地方都希望迪士尼去投资 愿意提供优惠条件 而迪士尼选中了佛罗里达的奥兰多 在双方谈判中 迪士尼的条件之一 就包括允许它全面控制乐园所在地区 为了保证迪士尼乐园现不落地 佛州政府同意了割地条约 毕竟赚钱不寒碜 1967年5月 佛罗里达州议会通过方案 授权迪士尼乐园所在地区全面自制 迪士尼在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获得了完全控制权 有了地方政府配合 奥兰多乐园也就很快正式开工 1971年开源迎客 截至目前 第100平方公里 还是全世界最大的 以人工设施为核心的独家区 迪士尼用足够的空间保护了独家利润 也客观上保证了整个区域的人工警官风暴 给游客提供了额外的感受 自治区拥有行政和立法权 而企业是不能直接行使类似权利的 所以这个法案 名义上和迪士尼没有直接关系 只是批准建立一个 卢韦西impromised district 我们很难用汉语翻译这个词 应要执意 可以说是改善区 根据最近几十年中国地方政府的实践 也可以成为特区或者说开发区 从经济上描述 这种改善区是一个特别征税单位 区内的企业需要交特别税费 用于资助区内特定的开支 比如说修路 排水消防 改善商业环境 作为回报 企业也拥有实际上影响地方政策的资格 在美国目前各种名义上的改善区 或者说特区有1000多个 仅纽约市内 目前就存在76个商业改善区 但是一般来说 大多数改善区的职责范围都比较单一 权限也相当有限 部分改善区甚至可以被看作某种产业行会 或者是有限扩大的社区合作社 他们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依附性远远高于合作 但是从50年代开始 迪士尼在改善区内要的就不是这么一点自主权 而是就地玩模拟城市的资格 根据当时的法案 佛州允许卢伟西改善区自行征税 制定建筑规范 开发和维护基础设施 以建造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用中国当代语言来说 就是迪士尼改善区拿到了 周线两地的大多数立法和审批权 如果迪士尼突发奇想 要到卢伟西造一个核电站 只需要拿到美国的联邦许可就能开工了 不需要地方政府的许可证 所以美国人一直认为 卢伟西改善区是一个真正的自治机构 应该看到独立的地方行政区 普通的改善区不应该和迪士尼的领地相提并论 美国地方自治是惯例 而且美国历史上 也不会强行规定行政区化的设置标准 画一块地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城市 非常简单 迪士尼和佛州 为什么要专门通过特殊的法案 去成立一个自治改善区 因为迪士尼改善区 与一般地方行政区有一个关键区别 它的权力结构是完全不民主的 突破了美国 对于全世界的政治政权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现代国家 从程序上来说 当代大多数地方行政和立法机关 基本都是按一人一票的原则 由当地的选民以多数选举产生的 但在迪士尼这种改善区 不是谁都可以当选民 只有对改善区有纳税义务的人 或者说拥有特定资产的法人 才是合格的选民 卢伟希改善区确定选民的标准是土地 只有拥有半英募以上的土地企业 或者个人才有权参加改善区的选举 确定唯一的权力机构监事会 每一英募土地拥有一张选票 尚不封顶 所以只要拥有当地的过半土地 就可以保证永远控制监事会 而迪士尼公司实际拥有 卢伟希区几乎全部的土地 所以能够直接指定监事会 我们回到迪士尼特区的话题 这个改善区的自治权被取消 对迪士尼会有什么影响 美国媒体估计 过去迪士尼通过改善区的自治权 绕过了很多佛州地方法国的要求 每年可以节约数百万到数千万美元 这点钱对于迪士尼来说不多 更重要的是 如果迪士尼想要在佛州乐园建设 或者修缮任何设施 都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审批程序 可以根据企业需求随时动工 现在自治权取消了 迪士尼理论上说会遇到很多麻烦 实际上可能会通过一些默契来解决问题 佛州取消迪士尼特权的法案有两份 前一份早在去年四月份就通过并签署生效了 不过当时很多人都认为 最后佛州和迪士尼会达成妥协 法案会被撤回 卢尾区改善区仍然会被继续保留 或者根据法案里面留下的后面条款 重新申请成立 妥协的理由当然首先是钱 2019年佛州迪士尼吸引游客 超过了7500万人次 直接雇佣了7.5万人就业 就算共和党在佛州有明显优势 也不能因为明显的党派意识形态 就公开破坏本地的经济 如果做的太强硬了 也会导致中间派的选民抱怨 所以去年就是说 佛州共和党在展示过愤怒和强硬之后 就会想办法找台阶妥协 而且如果真的取消迪士尼改善区 地方政府付出的不只是政治代价 还有真金白银的经济代价 过去几十年 卢伟西改善区的纳税人 实际上只有迪士尼一家 当然不会积极对自己挣税 为了长期操控地方行政 卢伟西的财政状况 一直维持在微妙的平衡状况 而且和绝大多数的美国地方政府一样 他欠了很多公债 如果迪士尼继续当家 佛州政府必须百分之百承担理会的所有债务 外界估算 这笔债务的规模差不多十亿美元 但不排除还有更多的隐性债务 所以虽然迪士尼和共和党早就有矛盾 但是很多人相信 为了避免凭空担负一大笔债务 德桑蒂斯和佛州共和党会很快和迪士尼妥协 出人意料的是 德桑蒂斯和佛州共和党 今年又通过了一个新法案 进一步压缩迪士尼的自治权 所以新闻连中国的媒体都关注了 法案通过之后 卢伟西改善区现在改名了 佛州中部旅游监督区 权限也略有减少 比如说不能再自行批准核电站或者机场了 但是为了迪士尼的稳定运行 大部分权力和过去几十年都一样 基本架构也没有改变 只是五人监视会被强制换人了 现在的五名监视 全部由佛州的参议院人命 而且法律规定 过去三年之内 在主题公园和娱乐中心工作的人 不可以认知 这显然就是有意针对迪士尼的条款 不过除此之外 截至目前 新卢伟西区的管理层并没有推出 实际上对迪士尼不利的措施 而且也不像有恶意制裁的意思 而迪士尼公司似乎也默认了这份现状 不排除双方以十亿美元的债务为筹码 私下达成了某种到此为止的默契 除了卢伟西改善区 美国还有没有被单个大企业 完全控制的地方政府 我和同事查询了很多资料 从规模和自制力度来看 目前美国没有和卢伟西改善区 性质相同的其他案例 如果观众知道的话 欢迎跟我们反馈 但从历史来看 类似的特决也有先例 而且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公司城镇 按照主流定义 公司城镇的几乎所有土地和建筑 都属于一家公司 同时这家公司也是当地最主要的雇主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公司城镇在美国一度很常见 历史上大约有2000个居民点 符合公司城镇的部分定义 矿业和林业的公司城镇最多 刚刚经历过工业化时代的中国人 也熟悉这种模式 矿业局 林业局一套班子 两块牌子 既是企业又是政府 整个城镇完全围绕着矿产和林场运转 离开林区和矿区 普通的工业也会形成公司城镇 比如说普尔曼镇 郝石镇 在铁路时代 美国普尔曼公司生产最好的豪华列车车枪 著名的奢侈度假品牌东方快车 早期也模仿了它的风格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乔治普尔曼 1880年的芝加哥附近购买了4000英亩的土地 建立了普尔曼镇 以当时的标准 普尔曼镇上的住宅宽敞大气 有新式的上下水和燃气管道 后来还有了电力服务 卫生和治安环境也很好 是相当不错的中产社区 同时本地不缺工作机会 所以小镇很快就发展起来 一度被称为模范小镇 1893年世界博冷会在芝加哥召开 普尔曼镇的住宅区是一个主要景点 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国商业方式 像芦苇西区一样 普尔曼公司长期拥有镇内的所有土地和建筑 垄断了一切公共设施 掌握了所有的地方权利 普尔曼镇没有镇政府和议会 居民只能接受普尔曼公司家长受的统治 当地的人讲断的是这样说的 人们出生在普尔曼的房子里 由普尔曼的商店喂养 在普尔曼的学校里上课 在普尔曼的教堂里受教 当死去的时候将进入普尔曼的地狱 不过刚刚经历过世博会 1894年因为经济危机 普尔曼公司就大财源并且减薪 但是拒绝下调房屋租金 这导致员工集体不满 开展了对美国历史影响甚远的铁路工会罢工 虽然罢工最后也完全失败结束 但是普尔曼的公共形象也崩溃了 1897年老普尔曼去世 1907年普尔曼镇的住宅物业 被强制出售为居民 普尔曼镇也完全并用了芝加哥 成为一个普通的卫星小镇 现在依托老建筑 当地的旅游业还比较兴旺 和普尔曼镇相比 生产巧克力的好试公司建立的好试镇就比较幸运 至今好试公司还是全球糖果业的超级企业 总部依然设在好试镇 不过现在好试镇也转型于旅游业为主了 拥有一个巨大的好试乐园 以及好几个度假区 公司城镇在当代普遍衰落 可能和交通方式有关系 20世纪 汽车在美国迅速普及 员工不一定必须住在公司附近 也能为大企业服务 所以劳动力快速分散 而且在企业衰落的时候 很多公司城镇的老板 都对员工兼住户搞了双重剥削 社会形象很差 所以大多数公司城镇后来都消失了 美国人对公司城镇的反感 已经影响了主流文化 很多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 设定反乌托方社会 都会大量借鉴 甚至照搬公司城镇的社会规则 比如说科幻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经典之一 1982版的《银翼杀手》 以及几年之前万众期待的顶年语气大作 《赛博2077》 就有大企业管就业也管社会的设定 在税嫌消息编辑部讨论到这里的时候 某位编辑强烈要求加塞一点私货 极力推荐了一本科幻小说《雪崩》 这本小说的背景是苏联崩溃之后 美国也被资本力量完全控制 联邦和州政府名存失望 连执法和司法机构也被私营化了 实权被几千个所谓的私营整国家实体瓜分 书中编造的例子非常幽默 不过似乎不方便在这里举例了 小说《雪崩》出版于1988年 但至今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体现出预见性 2009年科幻师就出版社把他引进中国大陆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读 回到现实社会 就算在美国 短期内大公司直接统治也只是一个恐怖故事 不说法律和民意上的障碍 只看实际力量 目前最顶级的大公司实际拥有的自制规模 也不如大多数的中等国家 综合力量也差得更远了 但是从技术角度看 成功的大企业往往最擅长调配资源了 为此进化出了高度复杂的组织结构 本身就是社会的缩影 如果条件适合 未来未必没有类似的企业社会出现 而且未必在地球上 观众应该听说过 马斯克2020年就宣布了 到2050年 要送100万人去火星之民 去年他又再度重申了这个愿望 现在马斯克的兴建 还有几个星期在实验 大多数人关注焦点 还是兴建原型能不能成功是非 但倘若马斯克真的把一部分人类送到了火星 地球上就没有任何政府能够阻止掌握星际航线的企业 自己去设计外星社会规则了 1990年有一部电影 全面回忆 编剧设定了一个很残酷的方案 火星统治者向火星居民卖空气回收利润 马斯克应该不会也卖空气 但理由应该不是人道主义 而是因为他有更好的方式 去刺激火星移民的工作积极性 半科幻的故事讲完了 回到现实 我分享几条和往期节目有关的信息 3月19日 俄罗斯飞行通讯室发布消息 说俄罗斯实际上并没有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中 使用高超音速武器 但有这种武器 换句话说 之前论证俄罗斯高超音速武器实战效果的军事媒体 或者是他们故意对中国人说谎 或者是普京公开对全世界说谎 反正不可能一起说实话 至于说朝鲜是不是能够朝有俄罗斯 拿出实战型的高超音速武器 我只能说你相信这有 普京这次发言之后 中国靠俄罗斯军事话题示范的自媒体画风开始变了 比如说3月12日的典型标题是这样的 大决战要来 俄军高超音速导弹投入战场 三大迹象显示普京动真格 到了普京发言之后的3月20日 典型标题是这样的 普京一句辟谣让西方慌了 原来俄罗斯还有很多武器没拿出来用 这些标题和我们前面讲的迪士尼自治区一样 一会讲现实 一会说科幻 反正总归不缺话题就是了 另外上周日的568期节目 我分析了最近的孔一解文学话题 我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 因为错误的投资政策 我们在中西部的房地产项目上 在超量的交通设施和文旅项目上 花了太多的资源和钢铁 而且都空着 没有办法回收资金 所以我们造复杂自动化设备的资源和钢铁不公用了 缺乏高效生产的技术设备 所以全社会缺少技术岗位 年轻人只能去做简单劳动 简单劳动的收入和发展机会都太差 满足不了年轻人的预期 所以他们自嘲是孔一解 这套房地产和技术岗位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出版过一本书 大目标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 这本书的大多数文字是评价中国的建设成就 赞美中国的发展潜力 批评中国问题的内容并不多 这里我要重新读一下第59页和第60页 评价房地产经济的部分 房子要用钢筋 机器设备也要用钢筋 而且用的更多 我们钢铁蓄集量少 同时也意味着没有足够的机器 人均拥有的生产奢侈少 所以我们工作效率就没有发达过加高 自然赚钱少 很多人连找工作都不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没有房子可买 只是上班的钱买不起 江北之下 发达国家人均钢铁蓄集量有8到10吨 大部分发达国家人均住房面积在40到45平方米 而且他们的住房比我们省钢铁 美国人和西北欧人大多数住独门独户的小楼 这种房子是木头造的 拆散了看 都是6英寸宽 2英寸厚的标准龙骨条 和12厘的层压板 没有钢筋 只有钉子 西欧的老城市和南欧的大部分住房是砖结构 和我们以前盖的五六层砖缓楼差不多 只不过他们的房子盖得走 外观更像古迹 里面也没有多少钢筋混凝土结构 房顶和地板龙骨大多是用木材 住宅用的钢铁少 相应的他们就有更多的钢铁续集在工厂 办公室公路 铁路和轮船上 这些钢铁是用来赚钱的 所以他们赚的钱买房就轻轻松多 买了房 还有大笔闲钱来买中国出口的消费品 大目标这本书的出版时间是2012年7月 那年北京的房子成交均价是每平米2.45万 上海是2.16万 现在时间过去了11年 我很遗憾 当年的每一个字 每一个标点符号还都有现实意义 中国现在年产10亿吨钢铁 因为投资方向不合理 因为不敢退出房产税和土地财政切割 所以钢铁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方向偏了 有很高比例的生产能力进入了投机领域 变成了政绩工程 没有用来创造技术岗位 只给年轻人留了一批低技术的简单劳动岗位 所以他们发明了孔一级文学 所以他们感慨整个社会错过了发展机会 再过十几年 我很乐意给大家继续播报税先消息 但是我同时希望 中国能够有实实在在的进步克服矛盾 不要让我再把当年的批评内容拿出来 需要自己的先见之明了 569期税先消息到此结束 节目同步在微博税先视频集体更新 文字内容随后发在税先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 我们周五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